乐音阵阵 共和祖国华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周年音乐会 我的祖国 9月30号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等领导同志 与数千名首都各界群众欢聚一堂 共同欣赏了这台音乐会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中国 爱我中华 祖国你好 中华恋等歌曲情真意切 唱出了中华儿女对共和国华诞的忠心祝福 倾诉着炎黄子孙对祖国母亲的无限依恋 二胡组合赛马和天鹿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 富有民族风情的乐曲 抒发了各族儿女对锦绣山河的无比热爱 唱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 整场晚会高潮迭起 掌声不断 《红湖水》 《浪打浪》 《绣红旗》等经典革命老歌 让人们回忆起了血与火的战斗岁月 欧歌了为新中国的成立 而前赴后继奋勇献身的英雄儿女 《和谐世界》 为祖国干杯等近年来新创作的优秀歌曲 唱出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在党的领导下共建和谐社会 共创美好未来的满腔热情 台上台下 歌声掌声响成一片 演员观众相互呼应 激情澎湃 最后 全场观众和演职人员一起 高声合唱 歌唱祖国 音乐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刘奇 刘云山 徐才厚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一同欣赏了音乐会 今天是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 全国铁路公路民航迎来了旅客出行的最高峰 在北京祥隆赵公口客运站的设备大厅 我们看到17个设备窗口 目前已经排满了旅客 那么车站方面预计呢 今天的旅客这个输送量将达到25000人次 是建战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 不较心切嘛 然后挡车的时间也短 比以前也短了 然后上车速度也快了 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人数 预计接近5000万人次 交通部门组织了220万车次输送旅客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超过50万人 由于运力准备充足 除了各城市飞往青岛 威海 大连 黄山等地的航班比较紧俏外 大部分航线都还能买到当天的机票 和以往黄金周机票价格持续高涨的情况不同 这个长假从1号下午开始 北京 上海到海口 重庆到拉萨 南京到深圳 西安等航线 就能买到5折左右的机票 2号到5号 大部分航线都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折扣 北京站 北京西站 今天发往青岛 上海 南昌 西安等旅游热点地区的 图定列车的车票已经售完 南昌铁路局今天增开了11趟临时客车疏导客流 开往北京上海方向的列车 还能买到硬座车票 这是北京首都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 黄金周第一天 这里就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出国旅游团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集合出 动画片中一批新鲜生动的新伙伴将与小朋友见面 宝贝小鲤鱼 奇奇科科 小恐龙毛毛 天眼小神龙 还有顽皮胆小的康康 机智勇敢的虎子 妞妞和铁弹等 这些新伙伴给孩子们带来了节日的乐趣 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交强险从7月1号实施以来已经有三个月了 从今天起各地将严查车辆交强险 对于没有按规定粘贴交强险标志的车主 交管部门将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 如果车主没有办理交强险 交管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处以基础保险两倍的罚款 对于使用伪造保险标志的车主 交管部门还将处以1800元以上的罚款 并扣留机动车 同时在今年7月1号前已经办理机动车商业三折险的车辆 车主应随车携带保险凭证 配合交警的查验 另外记者从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 交强险实施三个月以来的销售平稳 但是在出险定损和赔付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新情况 记者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了解到 交强险实施三个月来 已经办理了490多万份交强险 而且在新办理的车险中 有95%左右的保护都购买了交强险 中国人民保车险部负责人告诉我们 由于7月1号之前 很多车险的保护都续保了商业三折险 因此7月1号以后 交强险销售并没有出现热卖的趋势 而是逐月稳步增长 总体来看销售比较平稳 这个负责人告诉我们 尽管在交强险正式实施前 保险业做了充分准备 但是这三个月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仍然出乎意料 交强险事故当中 社会人用药标准到底有哪一个 对吧 那目前呢是我们是穿考了 是那个税保系统的这个 但是合力不合力 那么还有对政策的进一步界定 救助基金的垫付 这个程序现在有了 怎么垫付标准等等是没有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 有一些车辆没有投跑 在一地行驶时交警部门 对那这样的车辆 我给你打开了 是吗 那是什么 那么呢 如果那么车辆 就是这个车辆